妙玉 什么妙玉 啊 她是个戴发修行的尼姑 听说她文莫极通 模样又俊 模样又俊 咱们这儿又多了一个才女了 在红穴研究界 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情为代语 稀为拆字 说的是情文其实是戴玉的影子 然而笔者认为 《红楼梦》里跟林戴玉关系最大的 并不是梅碧情文 而是尼姑妙玉 通过推敲妙玉和黛玉的关系 还能窥视到妙玉的身世之余 一 黛玉 妙玉气味相同 首先 妙玉和黛玉气味相同 杂姆邪流姥姥去农村庵 妙玉只拽了黛玉和宝钗去喝提起茶 宝玉尾随进去 只见黛玉坐在妙玉素西座的铺团上 而妙玉也不以为意 要知道这两个月儿都是有洁癖的 妙玉更是洁癖惊人 黛玉喝不出茶水 妙玉笑话黛玉道 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 这句话虽然得罪光了古往近来的黛玉粉 但细细想来 这也显示了妙玉对黛玉的肯定 意思是 你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的人 怎么跟那几子俗人一样品出好水来 所以黛玉听了也不以为意 而在中秋夜 包金管连诗 黛玉更是顺赞妙玉为诗仙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自用勇气才的黛玉最多夸奖过湘芸 她只是说她哪句写得好而已 模样极好文莫极通 气质美如来 才华富比先 妙玉是把黛玉的特点都发挥到了极端 二 妙玉和黛玉身世相往 黛玉哪里人 孤俗人 妙玉哪里人也是孤俗人 而黛玉和妙玉的出身也极为相似 同是出身于读书试幻之家 后又父母双亡 三 妙玉都是体弱多病 且被和尚度过 更为奇特的是 妙玉和黛玉都是自有体弱多病 而且都因为治病曾被和尚度过 黛玉在三岁时遇到赖头和尚度话出家 玛玉和贾敏不舍 和尚说不出家的话 想让你女儿病好 就必须一辈子不能听到哭声 而且除父母之外 也不见外姓亲友 方可保一世平安 玛玉和贾敏却把和尚的话当耳旁方 一条条大意放下来 不仅听得见别人哭声 还听听自己哭 不仅见了外姓亲友 她干脆住在外姓亲友家了 于是林黛玉这身多愁多病 青年早药 尿域的父母却迷信一些 舍不得自己女儿出家 就去给女儿买替审 替审都不管用 方舍了女儿出家 女儿的病也果然好了 看到这里是不是细思极恐 如果当初林若海和贾敏更迷信些 信任那和尚的话 舍了戴玉出家去呢 同一个角色在命运的岔路口 做出不同的选择 竟然成为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姿子 妙玉和戴玉的设置 就类似于贾宝玉和珍宝玉 不惯会有人说妙玉者妙玉也 那么林妹妹果真跟妙玉一样出家 结局又会怎样呢 关于妙玉的结局有三种流传 一种是高恶险的 被强盗劫去蹂躏 另一种是根据叛词 和《红罗梦》曲子推断出来的 流若风尘 最后一种是根据支批 瓜州渡口 红颜不得不屈从于枯骨 推断出来是嫁于老翁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结局 落在林妹妹身上 都是想都不敢想 妙玉也好 待遇也好 出家也好 在俗也好 命运就像死神来了 不论你做出哪一种选择 终究是女儿独立 不得善终 如果曹公妙玉和戴玉的设置 表达的真是这个意思 实在是让人即被发凉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和三连投币 这里是民众笑谈 我们下期见